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首先各位哪位 你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經常說記名是很重要的 雖然在這方面我是沒什麼說服力的 你是什麼水 你哪位 這個講義不應該是這樣的嗎 我不是認識一個人來說 我不認識他三個月 我都不肯定我自己記得他的名字 大家好 我就是不太記得名字的樹齡 希望讓我記得我吧 有懷疑 應該會有人幾多的東西 亂入的阿伊巴 我是戴上頭盔的河馬仔 我們有兩位主持 病了 什麼病呢 為什麼會這樣 同時的感冒 同時對調到靈魂 不知道 要問他們兩個才知道 很簡單 這個概念是什麼 我不知道誰先起頭 總之一個的感冒 然後交換身體之後就是一個感冒 另一個說不太舒服 他沒有說病 所以如果根據這個概念 其實病毒不是感染心態 而是感染靈魂 你真的有靈魂有毒 我明白的 你想說這句 我說吧 我們今天要說的 當然是現在大熱的你的名字 終於沒有說錯了 終於沒有說我的名字 你以為在中學有首歌 不過你不要說 11月11日上映之後 四天收著巨文都收七百多萬 都撐贏了很多中西猛片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一套 你作為一套 大家都知道 我們動漫無雙分析動畫 其實是由兩大方面去分析 其實這一套同時這兩大方面 都是合適的 首先就是分為感性的部分 以及理性的部分 在錄音之前 那一晚上 我很殘酷地吹罪自己 看了新海城 從頭到尾所有的劇情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以為要複雜一次 其實我沒有說話 先說一下這件事 看完之後發覺 新海城這套劇 感性劇情 其實你只要看它是感性 不是劇情 為何呢 看電影雙方面 如果是感性劇情也好 當然是給一個讚 當然先說感性 大家看看有多少個賊 你知道的 現在網上很多人說 看新海城老師的 你不哭 不哭 不覺得正 不是吧 真的 不是人 我想這樣說 看任何叫做什麼 你任何一些 可能感人也好 或者很轟烈的愛情也好 人們都會討論的問題 就是哭的問題 很見仁見智 是看你很個人的感覺 是看你的感性值有多高 今天雪凌師 雪凌看完之後 很明顯沒有 他們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記得 很明顯 老實說 我都會說 大家有看Facebook 都會說 星之星 我看到周圍的人哭的時候 我是打這個 就說 糟了 然後我想這個問題 我問這個 不夠電 我覺得你感情缺失了 你不用看醫生 我經常都覺得 我的感性值是很低的 你不青春 這個不是青不青春的問題 青春的主持人不在 我覺得很關小小的 幾年前我看《蜜蜜蜜蜜》 最後我唱《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我哭了 但是我昨晚看Facebook 我沒事的 該你死吧 分開了 我覺得是該死的 我覺得是該死的 最遲 的部分出發去討論 新海城這一套的作品 首先 新海城的作品 基本上 其實他這麼多套 其實都涉及了所謂愛情 這個原則 而他的愛情 其實是由幾個部分去組成的 他所有的作品 由《蜜蜜蜜》 《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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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套 其實首先是 時間、距離 還有一種就是離別 他們一定會必須 你不要理會離別的原因 或者他們有不同的離別原因 但主要的愛情構成的部分 其實是由這三部分去構成 基本上 你的名字其實都是由這三部分去構成 但他們著重的部分 可能會多些 可能禮別完又再遇到 我有個比較確定的 其實劇情構成原則上 首先 男主角多數出生 他們兩個起點是一個鄉下的地方 然後他們會去到城市 其實他們支持了幾套都是這樣的 一體力構成都會看到 一開始是鄉下 去到城市 其實代表一個暗示 一個城鎮的主面 然後另一個條件是一個列車 你會看到 就算是秒速不靈畏 或是彼端 到現在你的名字 藍綠蜜蜜中間 一定會被列車分隔開 或者在列車上發生某些情況 他們都會分開了 我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看回新海誠 有本書 說回這部電影 有新海誠的訪問 其實這部電影 他不是很想說 愛情說得很重 他只是想說是命運的安排 之類 但現在變成了 boy miss girl 的故事 有些感覺上是這樣的 我想他的主要 不是想說戀愛的行先 但我覺得很多人看 包括我的朋友看完 他們都當作是一套愛情的 有沒有爽哭 我有個朋友看了三次 就哭了三次 他是男生 我敢說 其實你的名字 這套作品 其實跟過往新海誠 一直的 他搖繪這個男女之間的關係 即使你究竟是不是很實在想搖繪真正的男女關係的愛情的部分 但其實是來得特別不同 我會覺得 其實你的名字 就是動畫式的愛情 他不如說 將現實戀愛 很多時候可能都會發生的一些矯正 他搬來一個動畫的舞台去演繹出來 很明顯的 如果你說我一脈雙城的 就是雲之彼端和彼端零米 小時候一定會在學校認識 首先你現實中有個接觸 有見面 有暗戀 有憧憬 之後可能某一陣子 睡覺 離開了 這種情況就走了 但這套和你的名字是 一開始兩個完全不相識 你不認的 你的身體 你是誰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你完全沒有物理上交集 這是很不同的 其實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大家的觀感 我覺得這樣的 老實說 新凱城的技術的成熟 或者他描繪故事的東西 其實他不是由這一套特別 去有一個大的逆轉 甚至過往裡面的手法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有一個很顯著的 突然之間的轉變不同 今次的你也明白自己的不同 其實是甚麼呢 是取向不同了 過往其實是甚麼呢 新凱城的意思是甚麼呢 他有那種很現實的味道 應該這樣說 他很多時候我想 有些人會覺得 我看動畫而已 我看上閃而已 你用不需要這樣來打擊我 我知道我沒有女朋友 太現實了 但是你也給我一個credit 但有些人會說 看新凱城的動畫 可以這樣說 要約心才行 約心就好像差一點 不是約心 因為過往新凱城的作品 你看完之後 他那種你不是會覺得 應該說甚麼 你不是會覺得慘 你只是覺得甚麼 可惜 人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種是甚麼 就好像你突然扯了後衣服 然後看著夕陽 他是有一種遺憾 他想表達遺憾 其實在每個人都經歷過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勇 他曾經勇 他不是想永遠擁有 不然只有一段時間 對他來說 這件事 因為新凱城的作品 叫人 你向前看 向前看 即是他給你的正願想像 你不要再留戀 你的過去 即是你向前看 永遠都沒有女朋友 我又沒有這樣說 你逼極去玩 即是不要留戀 是過往的技術 過往的失敗 是無助理去向前的 無助理成長 有些男主角有不同的取向 有些會留戀過去 有些想向未來發展 是很不宜的 但你的名字就是向前 或者這樣說 共通地就是 你的名字也好 或過往的作品也好 男主角都一直是 被這一段的關係 去纏繞著他 即是令到他 你見到的其實是共通的 入到社會之後 都覺得好像是 他融入不了社會 是因為過往的這段關係 令到他覺得自己很抽離 或是感覺上自己缺少了一部分 你再看一看 新海城的動物 但是 你見到 即是秒出名人也好 雲點也好 男主角離開了鄉下 即我代表的抽象是過去 他城市那裡 他城市沒有群 可能是寫信 和家人聯絡 但當然的取向會不同 秒出他沒有回鄉下 沒有追究過去 但就算雲之彼短也好 你的名字也好 男主角會回鄉下 即是等於過去 他回到過去裡面 見回一些東西 拿回女兒之後 就會走了 這是一個形象化的過去 如果男主角來說 又不算回到農村 始終他都不在農村 即是他記憶裡面 這個是過去 即是三年前 他現實了一點點 過往的作品 其實他在取的是一種共鳴 即是那種共鳴感 我不是說你有沒有女朋友 那種共鳴感 我是說你對世事無常 那種遺憾 無力感那種共鳴 這方面真的很見仁見智 就是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態 或者你突然那天很開心去看這套 你會覺得這套 神經病 但如果那天很丟 失了亂 我不管你是否失了亂 那豈不是增加負能量 即是你會突然間很有共鳴 就會覺得人生真是無常 即是那種感覺 我個人的作品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不同的狀態去看 你對這套東西的評價 可能是會有飄浮的 但其實你的名字 這一個故事 其實它取向 我也是說 一個很動畫式的愛情故事 而且它沒有跟過往的作品 就是什麼 你好像是要代入一個這樣的角色 即是代入角色 代入角色 你感受它的感覺 而令你產生共鳴 這裏就是什麼 龍的角色是不可能代入 除非你試過一次 你可以回到過去 還可以上一個女人的身 你試過一下的手感 老實說 自過一次還要不夠 你才會有那種共鳴感 這種故事就是 為何看一張動畫式的愛情 就是你很難體驗到它的感覺 其實是 所以它需要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去告訴你 起承損合是什麼 而各個心理性的作品 其實這方面是很少的 他一開始就說 我跟那個女生一起 其實他沒有說過 怎樣認識那個女生 甚至是跟那個女生 在中間裏面一些點滴的東西 其實他只是用一些過場的 很日常的片段 或者是什麼 突然拉了她的手 跑了出去 然後解釋了 他們兩個開始發生了 有活動 有關係 意識到對方的存在 還有他之前的動畫 很有興趣 有一個問題 就是鐵路問題 你會看到的 他以前很喜歡說 我們距離幾多站 他不可能是鐵路網 騷走鐵路網 很遠很遠 繞路 我們距離直線距離有多遠 鐵路距離差多遠 坐車坐一整天 我們真的距離很遠 但問題 我其實有些懷疑 如果鄉觀眾聽不懂 就不知道 到這套不同 這套三年前 你不能再過去 三年前一定很遠 你懂得到的 李的明治現在的走向 其實是什麼 觀眾容易入口 容易理解一個角色 你這份等同於 任何日劇也好 韓劇也好 就算星星 那類型 那類型 他也是很出現 他也是一個奇幻的 愛情故事 很轟烈 我們認識男朋友 我們認識人 有沒有 沒有 應該說他這套 有少少脫離現實 還有 新海情最明顯的進步 在於劇情大動起步 他真的像一套劇 過往那些其實像什麼呢 像一些很零碎的片段 因為其實新海情也說過 就算秒數到五里 其實是他把過往的一些短片 結集成一個故事 即使他之前寫的星之星 全部都是一些很短片 就是什麼呢 其實可能是一個章節 就已經結束了的故事 他選場其實是短片的東西 過往新海城的故事 其實你看看就是他四十多分鐘 很短的 這套不同 這套是真正一套 動畫電影的長度 他試過一百一十多分鐘 多少套是壞了的 甚至乎你其實看他之前的作品 就算是在場編 作為劇場版上也好 其實他裏面帶的故事 的劇情不是很多 去回來說 在一個愛情故事上 大家會覺得 新海城過往都寫了很多不同的愛情故事 為什麼是你的名字 這個故事 這麼能夠吸引到 觀眾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故事 是不是因為HAPPY ENDING 我真的想問 當日我看我自己去看那個觀察 我看到 當日我11月11月11月去看 看頑頭頑尾去看 整行都是男生 就是我男人 整堂那些男生看完 嘩四孔流鼻涕 嘩四孔流鼻涕 我覺得那個是因為套戲和那個日子的關係 就是一個乘數 我沒有男朋友 我沒有女朋友 我沒有女朋友 然後我問 好感動 然後我前面幾個男生都是這樣 但是我旁邊有一對男女 大家就拿著情侶在吃 大家說 你餵我一口 我餵你一口 你炮菊 其實他們是不是看到情侶 那就沒有了 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過往不會有這個和現在有這麼大的差別 剛才其實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HAPPY END 就是說我入場動畫就是什麼 老實說大家是想看一個勵志的故事 等同於齊 萬畫家 51歲 你夠吃到一個21歲 對你來說 畫畫是充滿了希望 突然間充滿了希望 但是我看完我真的沒有哭 但是你說感動是有的 後來我有個朋友看了 我問他你有沒有哭 那是個女生 然後他說沒有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知道是HAPPY ENDING 我就不會哭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會哭 其實哭不是一個重點 最重要是什麼 你因為什麼而哭 我也是 因為發覺這個世界太灰陰了 為什麼他有一個HAPPY ENDING 為什麼我的HAPPY ENDing 在哪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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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感動一點 好像很積極地正向人生 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Aeba那裡有一點 其實他真的很在意心 這個其實有對比 在故事裏面 其實大家要記得 有前輩美己這個角色 其實開頭阿龍認為自己 是喜歡前輩的 尤其是中間裏面 經過了三個穿插 令他們好像跟他們順利地進展 然後其實他發覺了什麼呢 其實他是不瞭解這個前輩 其實新海誠如果在這裏 如果我的解讀是什麼呢 其實愛情那種不是說什麼 其實是互相了解 老實說 在新海誠的愛情觀裏面 他我覺得是悲觀的 與其說他是想拍拖 不如說他們是以一個 結婚為前提底下的愛情 我是想跟你走過這一生 那就好 一生一生 就是你和前輩那種 我會說那種是什麼呢 我只是拍散拖 其實我沒有想著 我沒有想著天長地久 甚至乎一開始都沒有想著拍拖 純粹是說我仰慕這個前輩 不如這樣說 他做得到全部男生都喜歡他 可能你跟風 這叫未成熟的表現 然後你發覺後來 磨了身體之後 一去完廁就鬆了 這個女生比較好 你不要說這些 不過我想問 起初我有一段想法 打算起初三葉 打算幫Tucky追尋美基前輩 我起初想想 會不會走一條線 是三葉和美基前輩 看新一城的作品 全部男主角很專一 是女生會變身去結婚 我覺得前輩其實也有提醒了Tucky 他也有跟Tucky說 其實你應該心裏有一個很在意的人 因為他們互相之間的關係 其實無論是三葉在幫阿龍 或者是阿龍自己 跟前輩 其實他們發覺就是什麼呢 他們在意的人 其實三葉之後 有一次你起床之後 他自己哭 那種哭就好像 我幫一個我好像很在意的人 去追一個另一個女生 變成我 我就沒有機會 不是他突然發現自己的感情 對 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感情 所以他才哭 那種我都說 其實在那個感情描繪上 過往的新開城作品 是很少出現這些感性的表現 因為你看到就是 其實新開城過往的作品 無論男性也好女性也好 都對愛情是相當之理智的 不是 或者這樣說 在過往作品裏面 多數是男主角 可能是新開城的本身問題 他寫的是男主角的角度 女的角度幾乎是很少的 即是你說這次三葉會哭 你看看前輩作品的女的 影都沒有的 不過我想問 起初三葉和阿龍 起初不是嘉儂生看過幾次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我想問 有時候我又不明白 如果他們投過幾次 他們不明白的時候 反而我覺得有時候 感情上 有時候我自己投入不到 托著所有人看 其實會不會大家 起初知道 大家一早第一次已經知道 那個是男的 那個是女的 大家知道 樣子又不太熟 好嗎 好嗎 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理性的問題 你不可以把它放入感性的部分 去想 如果支援兩個男人怎麼辦 我正在想 兩個男人不太熟 你正在想一個機率和邏輯學的問題 不會的 你絕對是男女或者女女 因為發獨是無女 大家是很想說理性的部分 但是感性上 我們先說一下感性 說穿了 其實你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 是一個很令人 觸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 純粹我個人 就是說 我解讀了這麼多 我跌開理性的部分 對我來說 這個也不是一個很特別 很令到 你可能很喜歡阿龍這個男生 就是說 當你身邊 你可能看一看 就算跟你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去看 看一看你男朋友 糟了 或者看一看你女朋友 我覺得阿龍好一點 大了 大了 分手 快來成了 看完之後 我喜歡以前的男主角 你拜拜 我們 倒轉都可以 死火了 難怪都哭了 拍拖就是不哭 那些人 這一種的哭 是第四種的哭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為我現在身邊那個 不是戲裡面那個 感到悲哀 感到悲哀 大家明白就是 大家說的是什麼呢 一直說的是 大家是覺得 我是有哭 但是從來沒有說過 大家從來沒有說過 你是為什麼哭 不哭 開成就是遺憾 原來有不同種類的遺憾 不是 就是剛才雪先生說 你是帶什麼感情 去看這套戲 你剛剛失戀 或者你剛剛死了 爸媽媽 可能你今天很開心 關什麼事 很正常的 你這樣 如果我回去 我不是救女朋友 我回去救爸媽媽 都可以 你感情不同的情況 你看電影又不同的感覺 會是 沒有問題的 如果我自己看 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這套戲 看得太多 可能我自己 都比較看得多 反而會不會 新海誠之前的作品 都是這樣 我也是一個大集合 日本作為一個 大家如果看日劇 或者看漫畫 很多不同的愛情故事的描寫 在裡面來說 新海誠這一套 不是在愛情故事裡面 或者中間的故事裡面的人 他有些什麼 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也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這一套 其實真正的爆起 真正能夠封衡 日本甚至全球的原因 是什麼 其實我到現在 我還是有一個疑問 你說這一點 我其實有一個推論 我覺得看這套戲 主要分為兩種人 看你哪種人 你的評價可能會有機會很兩極 第一種人覺得這套戲很好看 可能你是全心全意 代入了男女主角角色 如果你用男女主角視點去看這套動畫的時候 你撇除你看不到的東西 可能真的是一套可歌可歌的愛情故事 但是如果你抽離少許 你在整個環境裡面 看完神事點 看完所有的東西 你可能會有機會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我想可能有些浪漫的 其實我覺得 可能他又加了睡星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都有一種 會令到 譬如一對情侶看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很浪漫 還有睡星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些矛盾的 帶出來 睡星本來就是 你睡星走過去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 好像幸福的代表 可能是一些畫面 明白 深厚城裡面的劇情 每一套電影都有一個 中間的概念 例如說 雲之彼端的蟹座塔 Mitsume就是櫻花那塊東西 然後在這裏 可能是流睡星 遇神體那塊地 就是它的形象象徵 你不要管它這個是什麼 但是代表了某個感情 某個情緒 在這個場合會爆發出來 感覺上是象徵著滅亡 因為整個村子都沒有了 看完之後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應該 不應該 不不不不 睡星是面亡 但問題是 一條書帶飛去 一千二年之後 會回來地 飛來飛去一個書帶 一個人的關係 扭你 還有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爆 可能其實 大部分看這套戲的人 或者兩冊三冊的人 可能有很大部分 為什麼要笑著來說 可能很大部分看這套戲的人 可能未必是 新海城的粉絲 我覺得 可能他第一次接觸 新海城的作品 他就覺得 哇 這個愛情故事寫得很好 或者 一些畫 很漂亮 一些歌 很觸碰 可能是因為這件事 如果你說 可能是粉絲的事相 又或者有不同的觀感 我會有另一個看法 其實 因為他裏面 有很多 你說 一些的象徵物 尤其是最重要的 象徵物 就是那條手織繩 那種 還有就是瑞星之間 其實他們互相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有關係的 好像一樣 其實都是什麼 反正就是什麼 離開 再結合 重合 這個其實 我覺得 在愛情的觀點上 其實是 它挺到位的 因為它將一件什麼 其實跟愛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它連結了 在一段關係裡面 而一段關係就是什麼 貫穿了整個故事的主題就是什麼 他們這兩條線 就等同於阿龍和三葉 這個就是什麼 這兩個完全是沒有可能交合的人 是因為一次機緣之下 能夠重合 但是他們重合之後又會分離 重合之後又會分離 那種離別和重合之間 即是新開城裡面 它經常會寫到的一些內容 這個位置我覺得 我只是說可能 因為是什麼 在我個人而言 我感動不了我的 即是說 在這個感性上的理性分析 認為就是這一種的 裡面的這些東西 令到那些人會覺得這一套東西 其實好像說到愛情的一些重點 為了這麼說 我很理性地說 以前的作品 剛才有一個說 塔也好 櫻花也好 其實它只是愛情 藍類諸葛分開很慘 最後結業花齊是偶然或是命運 這也不同 它由岳瑞瑞一千二百年 一定會飛來地球一次也好 接著到它編索性也好 阿嬤說過的 它的繩交互就是人和人的關係 即是你合宅來看 合意來看 這條繩就是它們兩個愛情的紅線 扯穴 但是說話來看 它們是人和人的關係 互相一起分 不是關乎愛情 親情、偽夜、友情都會加進去 這套東西可能是重點看愛情 有些人 很多人重點都去看愛情的部分 但你看大來看 其實可以包括很多感情下去 不一定 它會令它的表達範圍會闊 或者這樣說 因為本身這套東西 始終都說 我都說動畫電影的長度 其實是有一個限制裏面 所以其實 因為在故事裏面 它說得最多的 其實是三葉果質裏面的人際關係 他家裡的家庭不是破碎 因為他媽媽破了 然後是他爸爸 其實他沒有說過公水神社 這個環境裏面 究竟造就了些什麼 造就了一個 為什麽他們父女關係之間 或者和城市之間 為什麽人們會這麽真 不喜歡這個地方 不喜歡三葉 這些關係一直是沒有一個表明 所以我覺得 新開城是很難怪觀眾 會將質重點去到愛情 因為這些關係 與其說什麽呢 如果新開城跟我說 與其說這套東西想拍真人包 不如說 我更想看到這套東西 一套完整的十二集動畫 去講解 因為這部份裏面 他講得更少的是 阿龍這一個男主角 他中間的人際關係 無論是父母也好 和他的同學 死黨 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很難看得出 兩個之間的交互 引致說 其實如果這套再深入描寫 可能真的創造了一段感動的關係 甚至老實說 大家可能也會同一套作品 如果有看動畫 就是Granado 其實都是講一套動畫式的愛情 都是講奇蹟 這套東西其實某種意義上 都是一種奇蹟 為什麽呢 那些人應該說 如果覺得你的名字 是一套很感人 很優秀的作品 那些人會說 那你覺得Granado呢 Granado沒有得比較 不是 香港 都是和你所說 劇情長到的問題 我們剛才說Granado 兩季的劇情 中間就是一首歌 男女主角理論上 他們交互身體 之後他們經歷的日常 吃蛋糕 其實就是我們看的TV版劇情 Tucky來說 這個其實比較特別 但是3月一定要做 為什麽呢 3月他的日常 就是整個農村日常 你看得多 你明白農村 你明白風土人情 之后 他後來毀滅了 你才會感動 不然現在 這村沒有了 甚至乎 你看前段 男主角的性格 你都知道 不太清楚 這套東西 我甚至會覺得 與其說 是因為他的劇情感動 令到很多觀眾入場 其實他某種異常 他有少少因緣際會 即是那種什麽呢 一隻遊戲突然大賣 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麽大賣 這是一種流行 即突然之間流行這件事 他變成了一種風氣 並不是說一套東西 好無套是什麽 你看了未 對 就是peer pleasure 我們叫做 其實我們說一件事 其實那個愛情是很奇怪的 感覺上 他是唯一一個 大家是撕到對方 除了不計三十年前 在一架電車裏面 就是那個卡德威勒多奇 那個時候說 蒙龍之時分 我現在沒有記錯 其實那一幕 如果那個感覺上 我純粹說感覺上 愛情感覺上是很豐足 因為大家終於明白他 上了身之後 大家的形狀 那個樣貌是怎樣 所以其實有些事是奇怪的 我想想 如果當時兩個人互相自拍 就知道大家的樣子 又是 我還是說浩瑪 你太理性 你知不知 其實這一段 你也明知這個故事 其實他有一些叫做什麽呢 離合 或者他們要排除萬能的原因 歸根究底是他們救牛自取的 OK 各位 如果大家是想聽這些很感性的東西 不好意思 講完了 大家如果 要哭的 我們要哭到先的 不哭 現在又說我們沒有感性的 如果是什麽 覺得理性是不重要的 大家可以停下了 因為我們現在 不要再聽後面 我們現在說是一些很根本性 是一些所謂叫劇理的部分 OK 首先劇理的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 其實這個故事裡面 因為其實涉及了所謂叫做 時空的概念在裡面 時空交錯 其實我們開咪前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 其實這個時空的結構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算不算是結論 假設 純粹是一個合理小小的推論 其實對我們的分析而言 其實在這個 你的名字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是有兩條世界線的 首先我們有一個叫A的世界線 A的世界線其實就是什麽呢 就是三頁它會收到龍的訊息 但是其實這條世界線裡面 其實是所有東西 它會導向A的結局 就是滅亡 三頁是會死亡 會死亡 然後其實 同時 究竟 那阿龍是怎樣呢 阿龍其實 在我們視點裡面的阿龍 其實是一個B世界線的阿龍 而B世界線的阿龍 其實在這裡裡面 要有一個概念就是什麽呢 你要先要假設一個概念 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是超越了時間空間的概念 沒有說誰先誰先走後 B時間線的阿龍 其實是去了A世界線的三頁的身體 他們之間是互相交換 然後 然後 好像跟著劇情的走向 去到最後 B世界線的阿龍 是去了 因為它是去了一個叫做什麽呢 故事設定裡面 就好像叫做什麽呢 過往的A時間線 所有的一切 會被修正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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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產生一個叫做C的結局 新世界線 對 C這個結局 而在這個結論裡面 很遺憾地要說一件事 在B世界線裡面 在阿龍過了A世界線的時間 新聞會有一段報道 就是說 一名16歲的高中生 不明原因地失蹤 失蹤 我們找不到 他任何的身份證 遺書 或者任何的身體 其實不用太複雜 因為 遇神體的山 圓圓的地方 其實你想想 類似的比較 就是雲之鼻甸的塔 中間是圓圓的地方 是一個平衡世界交會點 一個突然點進去 其實你當是時間 空出來 你不用管外面的世界 你當一個獨立的地方 就行了 不用想到失蹤問題 不要想到 我突然想起龍珠阿樂 突然被人打到這裡 他躺下 你要明白 我們說 這是一個理性分析的部分 沒有理性 這個位置是什麼 它是有前因和後果的 沒有理性 後果裡面就是 B世界線裡面就是什麼 不存在了三葉和阿龍 因為他們已經各自消失了 可不可以說 一個人同時存在於兩個世界線 應該這樣說 其實最慘的那個人 是一個叫做 我剛才還沒說完的 A世界線的阿龍 其實是否會不見了 其實這裡還有另一種插線 就是什麼呢 其實互換了 其實當A世界線的阿龍 和B世界線的阿龍 B世界線去到A世界線之後 A世界線阿龍 其實會去到B世界線 因為B世界線是什麼呢 其實跟A世界線發生的結局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之間換了位 所以其實有機會 有機會 是不會發生失蹤有的事件 B世界線阿龍 突然之間就是去了 不是A世界線阿龍 B世界線繼續的人生 但是這個樣子有問題 始終A世界線和B世界線的結局不同 不過他離開了月神 在那個地方 他忘記了東西 就回落山 B世界線的結局 就是A世界線原本的結局 只不過是他回去之後 產生了C世界線這個結局 我選擇了雪山的邏輯就是 我們電影劇情話就是 阿龍 Tucky 他忘記了三月 然後離開月神 在那個地方 下山 過正常人生 然後他看到三月前 可以救回家 現在雪山的解釋 就是 有另一個Tucky 下山 回來 他的世界 這條村毀滅了嗎 其實你這裏幹什麼 也不知道你這裏幹什麼 不過我所謂想問 就是 為何當時A世界線的阿龍 我覺得有點奇怪 為何會懂得去喝那瓶酒 就是喝那瓶口水拌米酒 那瓶 口水拌米酒 他前面有說過 因為他媽媽上山的時候 他是用他的意識上山 所以他知道 其實三月反而不知道 但你不會去喝那瓶酒 你這裏 你要說回一個問題 就是 一開始一些很理性的分析 就是 其實我都說 這個故事 是由眾多的誤會 和眾多的不留神 去引致出來 首先就是 在他們交換身體的時候 其實 作為一個城市人 除非你和我說 這是一個古代 如果你看到一個手機 大家的手機裏面 我當然每個人的手機裏面 當然有年份這件事 就是 三葉和阿龍 他們不發現 這件事 除非你和我說 這個世界沒有電視 什麼都沒有 你不會問人去日期時間 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 你不會知道 原來三葉 說 為何去了三年 阿龍說 為何我去了三年前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想 在我一看裏面 其實 當我知道 他真正解決這畫之後 我腦裏面 我不是感到震撼 我是想到疑惑 所以為何感動的位置難以觸摸 就是 我看完之後 起初我都以為是同一時空 以為 一六年十二月幾幾日 我都以為是這樣 當然 打到雨不外 為何三年前 這麽奇怪 那我怎樣 一抽離了便疑惑 你看天真 告訴我 我在看電影之前 不會看劇透 就是我忘記了這些 看十分之下 才會發生問題 你農村 你廣播都會說 我們會看瑞星 多熱烈 那人去東京之後 電視機完全沒有瑞星 那不可能有第二個瑞星 你這件事你不知道 但老實說 日期時間這件事 是沒有可能 因為你上學 好實說 尤其是 你日本的黑板裏面 你寫年份 神經病 不是很簡單的 我不在乎 首先開頭 如果你們兩個交換之後 拿本寶 你叫什麼名字 逐本逐月逐月寫的 你用文字溝通 不看電話 OK我不在乎 你在App開的日子 你敢說不知年份 所以這裏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們已經各自享受 異性的肉体 享受得太過享受 即已經忘記了時間 他們無視了一切的東西 你見到 一個站起來 一個就在那裏面 不是你要知道 他們動畫有大過 他們每個人都有這個 記憶決心 就是圍到線 忘記了一個年份 忘記了一個日子 三年前也有Apps 也有什麼蜜蜜蜜蜜 你唯一的解釋就是 世界的修正力 是會修正了他們的東西 Anyway 剛才可以說到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次 你起床 當你發現了什麼 你的身體好像 和你的身體不同 有些東西重了 有些東西多了 你摸下去 我覺得情有可原 至少在兩個同一時間 第一次都有發生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在我的角度來說 是合理的 他純粹是製造一個 好像有些笑點 這個話是什麼 你是要檢查的 這件事真的 你無關 但是當然 第一次是檢查 第二次是確認 第三次 這件事真的 他只是拍攝了阿羅 每次起床 也有他妹妹的座證 就是什麼 他每次起床 他都要確定一下 很簡單 你確認自己身體 明白嗎 你先確認這個 你是不是在做夢 真的有 三月有沒有做到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第一次 他有做到 但是為什麼不看鏡 其實看鏡 都知道樣子不同了 很奇怪 起床走幾步 才會看鏡 但是你起床 看一看就想 這個問題 我有一個很理性的答案 可以回答到行碼 就是什麼 你要確認自己是做夢 你會做什麼 捏一下自己的臉 別人的臉 不是按人家一巴掌嗎 哎呀不痛 他又要確定 他確定的方法就是 捏一下自己的胸 痛不痛 痛和舒服 其實都是兩種差不多 都是感覺的一種 都是感覺的一種 那你寧願哪種 你寧願痛 還是說 來 還是說舒服呢 我覺得男主的行動很合理 我覺得很合乎 對我覺得很合乎 理性 很理性 純粹不知為什麼 每次都被他妹妹看到 這個位置是最不合理的地方 他完全不吸收你前人的記憶 你明知道妹妹會叫你起床 你都不避忌一下 我覺得你是一個搞笑的部分 他是一個合理的解釋 不過我想問 他婆婆一葉 其實是否知道他已經調了人 其實我這個一向都懷疑 因為一葉經常說 看穿他是不是在做夢 這件事我經常懷疑 他婆婆是知道他換了靈魂 不是 他婆婆後來都說 是知道 他其實不單止知道 我懷疑 其實他之前也有這種提示 他們有的 他也有做過 所以理論上 4月大概都會有這種情況 純粹就是 他覺得這個孫女 起床的時候有些異樣 他就直接問問 你明白這個動畫是一個很標明的 icon 起床握胸 扎打馬尾 那個就是Tucky 起床沒有握胸 扎三條邊 那個就是三眼 你這樣分 應該是 不是應該說他 簡單這樣說 其實 你可以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假設想像 就是什麼呢 其實 她婆婆已經拯救過一次世界 所以我一邊想 於是他婆婆是否 那時候又有瑞星下來 當然有 不是 他之前說是12000年 128年 我覺得是他的家族 有這個 體質 對 因為他也有提過 他媽媽也試過 二業跟他老公的交換 可能是 說試過 那現在就輪到三業 遲到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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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詛咒 無窮無盡 這個詛咒 純粹推論 這個體質 他是為了確保 供水家的血脈 能夠延續 即選一個很男人 全部供水家 是不是很男人 我不知道 所以他說二業的老公 是入罪 他一口都說是入罪 即是說他找老公 全靠這個體質 即是要入罪 每次都是跟他交換 即是阿龍也要入罪 個案裏面 叫做什麼 我們只知道就是什麼 阿嬤有這個能力 阿嬤有這個能力 然後到三業 有這個能力 他妹妹有沒有不知道 應該不知道 沒有的 你便知道 他們什麼呢 整個女生 六業七業八 沒有問題 即是要生女 生女就是 生女 你就知道 未必的 不是的 只有無女沒有無男 那叫神官 真的 你想清楚 你想清楚 怎會這麼順序 是呀 那我明白 為何他要跟Taki交換 甚至是 因為他看中了Taki 覺得Taki是可以 入罪 是 有一個命運論 我知道 他不是說要想成為 什麼東京的Ecamman 他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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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想離開 甚至乎 這個體質 還有另一個助手 就是吸引瑞星 1280 你想想之前 他在山頂的save point 他那些壁畫 都是這個瑞星 醉下來 一樣 他之前的湖 都是瑞星湖 很懷疑 就是一頁的阿嬤 他的體質 就是吸引瑞星 降下來 才有一個湖 發地有零 不是會吸一些瑞星 有磁石會吸一些瑞星 本來二頁都會吸一些瑞星 但是二頁死了 所以現在到三頁了 好 我們來吧 反而我在想的 全部都入罪 那一頁的阿嬤是什麼 什麼一頁的媽媽 一頁 二頁 三頁 四頁 四頁 那之前那些是零頁 零頁 沒問題 沒事的 由他這代開始 沒問題 由他阿嬤那代開始 我們已知的故事 由他阿嬤開始 對 日本是有 一二三四這樣下去 對 沒問題 這件事 他媽媽 如果一頁 二頁 三頁 四頁 這樣下去 是後面像 之前那些 祖先 因為是千年 公水神社 你這樣說 其實有一個更加 黑心的推論 大家要記得 在拯救了 整個地區之後 四頁 現在去了東京讀書 然後 你整件事 沒有了公水神社 其實是 那要怎樣辦呢 那在城市 八個九個公水神社 那你就知道 第一次衝擊是怎樣來的 說多給你 真的 都是1200年之後的事 他拿一次 1200年後 應該是不會的 不過 你說 他一向都說 他守住這麼多年的歷史 200多年前 又說燒著了一些東西 其實 他是想描繪很多公水神社 但是他又是 我覺得 我們都是想多些資料 那就會好看很多 相對來說 對感情也好 現實也好 我覺得 以三頁的來龍去脈 可以再多些 我覺得 再感受多些 其實 而 這個位置 當中的故事 其實就是 剛才我們提及的 就是 當他們回到他們自己 擱置自己的身體之後 他們的記憶會開始朦朧 其實這個是引證了 我覺得我拿來是引證 就是 我剛才說的世界線 當你回到世界線的時候 其實你會被 那條世界線的記憶修正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線裡面 你從來沒有做過那件事 是 所以 所以才會發生 就是那個記憶之間的錯亂 其實 當然 其實 中間裡面 當他們沒有再次交換身體 因為其實 三月已經不在 其實一直都不在 應該說Tucky知道 應該說Tucky知道 去尋找這個 是首村 是首村 找這條村的時候 當他發現 我曾經跟三月有 他寫過很多內容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會沒有所有內容 因為 阿龍 住在世界線B 世界線裡面 三月沒有寫過任何日記 其實有問題的 那個日記不是只有他寫的 App開出來的時候 Tucky有寫過東西 中間 但是一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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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東西都沒有 沒有 世界線三月是什麼呢 所有的聯繫 三月之前的日記 都要寫開東西 你不記得嗎 那他可能一直沒有寫日記 你寫心話 你沒有寫過日記 我知道 不過是 他說他之前不記得 其實他樓下不是說 一些東西都亂了嗎 他說什麼都沒有 那我想 阿龍是否沒有寫任何東西 阿龍寫的東西 是在三月沒有寫的 這個就變成 你可以當成 世界線修正的代表 其實你修正後 那些畫會沒有 但那些畫還在 阿龍也有一段時間 是他在他自己身體 他不是說 有時候一天在那裏 一天在那裏 他中間那些應該會在那裏 其實是這樣想 如果他自己寫的 這個你當是特異點問題 就是他 他本身能夠持有這些記憶 就是他以外的一切事物 不會有這個特異點的效力 而產生就是什麼 只有他 而他都會慢慢被世界力修正 不過他有個很高的抗性 他可以記住一段時間 世界觀察者 那個是不會修正 但這個會修正 小說其實很簡單 他只是說 三月四的東西不見了 但動畫就是 連他自己平時寫的都沒有 不知為何 他自己寫錯了 這麼錯 然後 還有病毒 手機還病毒 你看到那些文字 開始變成奇怪 網絡的電腦 對 阿龍就開始上山 去到所謂逢窩之黑 他再去找三月 他們剛好兩個同時間 去了山頂 當中 其實 首先在那個故事裏 其實三月得知了 這個世界是會 是會毀滅的 因為他們的船會毀滅 不是世界會毀滅 是會毀滅 他就要令到那些人去避難 即救那些人 離開那個災難 那個手段 我已經不討論那個手段 因為那個手段 其實老實說是假的 為何不討論 那很重點 小雪寫了什麼 7分14 還是10分40分 就忘記了 7分40分 還是14分 你下來分開了 你看到分裂了 分裂了 不是 他的行動不是問題 他的朋友的行動才奇怪 即是相信一個毫無根據性的推測 人家是無女 有餘之人 你根據這樣的推測 你炸了電廠 不是 你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例如你放煙花 也好 他懂得爆破 你不是炸了電廠 很脫線的做法 你是一個高校生 你不是一個有什麼 預知能力的人 或者這樣說 其實有一個更加理性的討論 去說的話 當 剛才有馬說過 7分鐘之後下來 大家計算一下 7時14分 還是7時40分 總之就是他有一個不足夠的時間 OK 我當你全條村的人 全部都是補特 全部都可以 10秒跑 不知多少 OK 你在這個距離下 一顆彗星跌下來 那個範圍 就是這樣說 在學校避難 他們說農村很早日落 OK 我當你大概4點半日落 入黑了 然後你在山上 爬回落山 我當你半個小時 還是一個小時 類似的情況 你走 如果大家記得 當時曾經阿龍 曾經阿龍上了三葉生 跟他阿婆去拿口水酒 走上去 差不多 走了半天 差不多 你怎麼走下去 我想失禮 揹著阿婆當然會長一點 自己走 可能30分鐘回來 他還要跑完一次 跑下來 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 穩石墜落 說的不是幾公里 是幾百公里 範圍裡 化為超肚 我想最簡單 大家看看 馬拉松選手 全馬的42公里 要跑多久 你怎麼快 你都快不過他 他有沒有說過 他吐氣還說 後來是阿村長 還是阿爸 找車載 你車 叫一班車過來 可以載到這麼多 走過去 拍車 日本人幾個禮拜 我這樣說 老實說 如果他不是寫 奇蹟沒有人傷亡 我可以的 就是說 你減輕了那個傷亡 村長睿智 可以的 但是沒有人死亡的話 不好意思 太離奇了 他說是 全村的人沒事 不是 他說全村的人沒事 我腦裡已經找到 就說 糟了 我是不是應該回去 找我計算物理的朋友 或者找I am 都可以的 計算 其實一塊質量不多 其實一塊質量 但是實際一點 對 跌下來之後 究竟荒原幾多公里 其實你見到炸了那個湖 其實 我覺得 上網裏 你如果這些的話 一定會有些片 就是什麼呢 好像那諾霞 計算這個 Starlightbreaker 的物理 究竟是等於幾多斤的黃色炸藥 的問題 是會同時在這裏出現的 而 出現的結論 我 absolutely 很肯定就是 三月都是避不過 J-Man 世界線是不能被修正的 不然是跑不掉的 你看到 只剩下很多人 還要開始開祭典 那些人 其實開祭典 夜晚 對 還有當時 他爸爸也在阻止 他的同學 叫咪 還要捉到 不關事 你看到那些人都不跑 那些人好像完全不聽 就算停電 之後 那些人都好像完全當沒事 各位讀文理學的朋友 可以留心 我看室友說明 最知道地球是幾時 那條村去毀滅是幾時 你隔中間的時間 那些穩石 穿過大神跌下來的時間 這個時候 三月還在路上跑的時間 那你隔一條數 中間可能一個小時都沒有 他怎樣通知這麼多人 會不會好像突然有個月光暴盒 原來開了一個月光暴盒 然後石穿人 哇 你的時間停頓了 你隔跑的話 最後還是事實 我是想到這個 沒辦法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沒辦法 肥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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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實在說 明知是不夠時間 明知會不記得 然後你寫一句 我愛你 然後我真的說一句 該死 不是呀 我的名字就是我愛你 對呀 不行 你幾次我的名字 你一寫你的名字 電話地址 傻瓜 你為何會當我愛你不是那個名字 神經病 你以為她的名字 真的叫我愛你 她寫我愛你三個字 她誤會了 你分別 但是她的名字是叫阿盧 Taki 但她真的叫Taki 我的男朋友是右手 我知道的 你想要分別 這個問題 三頁寫不像那個 我覺得OK 你右手跟你說我愛你 想怎樣 主定的一生都是沒有的 得過盲點 不就是她自己拿來 怎會寫我愛你 這個話是甚麼 我覺得阿龍是說 其實你也是想她找不到你 其實你也是個M來的 你也是想享受就是甚麼 我有女兒 但其實我沒有女兒 那種痛苦的感覺 我真的撇人 我明白 所以我明白你怎麼哭 他其實說一句 卡片很重要 你給她手繩她 她能打回來 你給他卡片她也能保持 你不如搞定 你問理上卡片可能會不建議 如果她只是寫 那你也是寫地址 聯絡 那些東西 用腦子去想 我都知道 你怎麼會寫Sukita 我當你真的不是那麼理性 大家說一下我感動 在重逢 然後大家跟她說 你想我的名字下去 然後又說 讓我證顧一下你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BULLSHIT 這個位置 還剩下幾段時間 還要走爛 你不用走爛 我以為是HAPPY END 我以為 大家升天 搞定了 沒事了 過完那個黃昏 不是的 還要走爛 只剩下那些時間 你還去玩 一個不幸的女主要醒來 原來右手同 是戀人 真是 你這樣說其實是甚麼 記住手 好害怕 米奇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沉默了 記住手 你這個位置 好多說 這個位置是玩笑的 這個位置 其實是 他在寫名字 保證張樓 一定要看到 有地址有電話 你可不可以好些 寫了名字 下面寫我來 或者世界線修正了 就是拆掉你的名字 要不寫不完 或者 要不寫不完 那些是甚麼兇手 你明白 如果是世界線修正 消失了 也算了 除非你跟我說 世界線修正說 讓我整理一下 你 寫的名字 那麼浪漫 不是 其實說不定他有寫 說不定他有寫 就是他寫了名字 下面寫我去你 然後世界線修正 之後就拆掉名字 那只剩下我去你 他是寫手 寫Datsuki Skidda 沒有的 除非你寫手指 那我出現 沒有的 這個位置 兜不到 這個位置是沒有辦法被兜 這個位置是甚麼 阿龍本身就是一個M 老實說 你不是一個M 你不是自虐得那麼重要 你怎可能去寫這個 當然 他覺得是甚麼 當然 你不可以否認 他有一個老殘成功是甚麼 他想著 他運三頁 不是三頁 找他的 所以是甚麼 他想著他愛你 然後他拼著 三頁會寫他的名字 然後誰知道三頁寫不像 這些是甚麼 射到橫 好像 那你自己保持 這些就是糟糕 糟糕 糟糕 你自己一手寫回 但他又不寫 叫甚麼名字 你叫完之後你忘記了 其實都明知是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可能 他還不斷叫對方的名字 其實沒有意思叫你 你也明白 作為一個人 拯救自己所愛的人的危機 他還有限情 去做我的家 這些就是魚圓 這不是活該死嗎 隨時是活該的 然後就是因為他拯救了 剛才我們拯救的問題 他拯救了之後 他在山上再寫回 然後他忘記了三頁 三頁同時忘記了 都忘記了阿龍 我都說這些是舊字取的 然後經過了幾年的浮塵 這些都是舊字取的 該你沒有女朋友的 為甚麼他經常說 他經常說會記住一些東西 他其實想說一個 我叫迪雜夫的東西 即是叫記事感的東西 但他其實說完記事感 他經常說得好像很朦朦朦朦朦 那你變得好像那個男生 又變得好像 誒誒誒誒誒誒 好像感覺上 又調回那個形狀 那個形格有一點變了 跟之前幾年前的比較 又是變得好像怪了 你要明白 這裏也是承治我剛才說的 一件事 過往的阿龍 你看到那種是甚麼 當他修正了 就是拯救了世界之後 他人多了那份失落 那份失落是甚麼 好像是這樣 我就不做那麼多事情 我就不做那麼多 是不是很壞 你寫鼻子上 你寫東京的鼻子上便行 那種感覺 那種是甚麼 我都知道我很壞 我知道自己是壞 我知道自己是壞 但我又說不出自己 那位置會壞 他好像是經常想著有些東西 但一直都記不起 你明白大家如果頭一個導入 就是你想回你過往的人生裏面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魚 你經常想回之後 你就會有那種還德還德 為什麼當年我要這樣做 我真的太年輕了 這些事我不應該這樣做 你現在想回就說 這些東西怎麼會是人造的 就算是這樣說 如果再看情況 女主角不是寫幾環時間嗎 她應該寫滅竹霞 寫不寫 世界上很多個滅竹霞 為什麼不是整個姓氏連名字寫完 如果你是Tucky的時候 我的社會寫立花龍 如果你是要知道那個人找回你 是不是真的會想清楚 是很奇怪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她有一個位置大家記不記得就是 當阿龍還在尋找三葉的期間 他們去看那個死亡名冊的時候 其實她兩個朋友 在這個形容上大家知道的是什麼 她應該說這個名字 她說了這個名字 然後她說這個名字的人死了 前輩和她的朋友 其實理論上她應該是知道那個名字 當然是世界線 然後她就修正了她的名字 就不知道了 這個故事裡面 最後就是奇蹟搬地 相遇 這個奇蹟搬地 又是好搞笑 這個搞笑的地方是什麼 還有一個問題 和你上地鐵 就是什麼 你進了閘 你那個朋友進不了閘 大家說不到話 那你幹嘛 在這裡等 還是那個閘 這個問題很深 我這麼相信 香港裡面 至少二三十百分的人 有接觸過這個同類的體驗 當你叫什麼 現在有電話 大家回規一下 就是什麼 你沒有電話的時候 就是還在call機的年代 這個位置很重要 就是什麼 大部分 通常 都是什麼 你站在那裡 不是 他認為 上車的人認為你會站在那裡 而坐車的人認為你會下一站下車 在同一個位置等他 這個就是一個周而復始的路 正常來說 如果這樣分開 通常都是那個 你們撕的那個站 來等的 正常來說 就是回去找他 但不是和動畫 動畫那個是怎樣 動畫那個是兩個男女主角 在街上找 不是在火車站找 你明明在火車站到相遇 為什麼你不在火車站找 那是一個難度挑戰賽 那是火車中間 不是火車站 是火車中間 根本是在哪個站 其實是沒有找的 這是一個高難度挑戰 雲之彼典就是 兩個對面月台 中間列車過 秒出零米就是 中間 男女的走先 然後男的追不及 然後中間叮叮叮 下了站 就離開了 第二種挑戰就是 大家兩條平行線 一起走過去 你怎知道這條是否下個集庭 你知道 突然那些火車 可能跳隔站會跳 會跳 為了分街走一走 然後中間前輪車分開 你又知道他一定下個集庭 所以大家知道 下一部電影 這個位置 他鐵路再怎樣玩 可以 這就是最大的元素 他想玩到幾次可以 所以他不是說是手 其實他都是把鐵路 形容成為一條一條線 這樣做的 其實我感覺上 他是想做這種意境 但我覺得 難度越來越高 而且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兩個男主角 跑來跑去 是怪的 你對上是不應該這麼做的 那種我也是說 那種是浪漫 你這麼理性 想什麼 理性 不管怎樣也好 要增加這個 大家遇到的機會 是不是應該回到 市大一位 回到他們自己 之前的站去看 神經病 你在這站 尋找人口 剛剛看到一條女兒 叫了名字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跟我站長說 我很想知道 那女兒說男的形象 然後說 這個瘋漢 我現在幫你找他 很快找他 還是 我怕報警 我怕抓了他 是有馬 我怕報警 這個位置 就是一些奇異部分 你剛才說 你秒出門 你也好 其他那些 難度越來越來越 提升到那個地步 就是什麼 一個不可能的 情境題 地鐵 你隨便找個站 總之兩條路 你寫東西經過 看到之後 你做這個 你左向下 按那個手勢 和左向右手勢 你都做不切 終於設定了 是啊 真的 而且都未必 真的會看到 我當他們真的看到 這是奇蹟 但是 他發生了奇蹟之後 就是邏輯的問題 他們看到之後 當然 他唯一合理的部分 阿龍終於有一點 現代人的智慧 現代社會人的智慧 扮什麼純情 神經病 但他今天就說 我說了 懂不懂他 會不會被人抓 就是 他是衡量的德塞 你要明白 衡量的德塞 是什麼 我冒主的風險 癡學的風險 去搭散 溝女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是我被人抓住 他結定都沒有這個險 你怎麼看 是不是應該感動 所以就哭 其實應該 如果調到那個女方 是這樣跟男方 我覺得那個 是不是好一點 理性一點 可能那個解釋到少少 就是 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你 那你比一個男生 去問一個女生 在哪裡見過你 而且 那是什麼的 他們互相 在樓梯上一下 看一看 兩個都有點囚囑 就是想問對方 想問 但是又問不出 然後再走幾步 然後再回頭看一看 你叫什麼名字 我們是不是認識的 我們好像曾經見過 這種是什麼 就是等於一隻說 魚養公 通常都是說 那隻蛙 怎麼這麼巧 就是 你跟那個時候 還是想起 什麼 鄭姨健 那人家是學生 穿著同一套校服 我還知道你 同學 學生 大家都男女都認識 你不是 大人 大人 我覺得很奇怪 剛才很認同何馬 說 如果那個女生 開聲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 其實我整體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那個女生 好像比較 被動一點 好像 對阿龍的感情 是深的 我覺得 阿龍對 三葉的感情 我覺得 所以 如果 最後 反過來 是那個女生 發聲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千萬不要 深刻成 套在臉 我記得印象中 第一次女生發聲 那個男生 看不看出五零位 然後就進去 他現在 就是要玩 反傳統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所以 他重點是 他就是要補回五零米的動 其實根本是一個續篇 他根本是想 把秒衝五零米的故事 逐下去 你重點是 當初秒衝五零米 這麼悲劇 收場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補回 把這段 其實放回五零米 我也覺得是 真的挺像 所以 為什麼 我跟Aiba說 女主角 真的好像喜歡過 男主角 當男主角喜歡過 女主角 有少許這種情況 男主角反而有少許 我又不覺得不頂不頂 而且 我覺得他好像 有點像探險 我純粹覺得男主角 男主角真的喜歡他 跑去東京 特地去東京 特地去東京 所以很奇怪 那個男主角 還有一個奇怪的 就是說男主角 上過女生的身 而走到山上 記得走 但是說真的 其實如果那個男主角 去到那個時候 是不是他一定會去喝那瓶酒 其實喝那瓶酒 如果他知道 原來這個是 三葉的身 當作是分身 是分身 他喝了就死了 所以我想 他知道他死了 他喝了 可能分身是有用途的 在神社裡 你去到別人拜生 都好像喝了別人的感覺 我先這樣說 首先 第一點方面 阿龍和三葉 其實是對等的 他們雙方都有去找對方 有 就是時間點不同 大家都有做出同樣的行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至於你說 我覺得 究竟哪一個喜歡 哪一個多一點 我覺得 他很難去做一個衡量 我覺得 始終就是 在三葉沒有死之後 他們跟著之後的日子 他們都互相 都給這種感覺 去纏繞著 覺得 總是有些東西 總是失去了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我想說 我想說 那一點是奇怪 為什麼他去到那裡 最後說 他是知道 他一定要喝到三葉那瓶酒 這件事 我是覺得奇怪 如果他說 是他的另一份 另一半生 真的隨時 可能你喝了之後 沒有好事發生 可能三葉本來可以救回來 結果死了 可能會這樣 可能連救都救不回來 有這種情況 不是 他當是一個敗祭 我想懷念發生 或者見回他 唯有 喝酒 你明白 在那個時刻 在那個時刻 三葉已經死了 你不會喝到他的酒 因為他見過 那些酒是他半生 那他無論是否有些奇蹟 他就是一個奇蹟 他應該是神 明不明白 他其實都喝了 他那瓶酒 那時候好像有三葉的記憶 你這樣說 你不如擔心他喝了四葉那瓶酒 那瓶酒 那瓶酒 喝了四葉 我怕他喝了一葉那瓶酒 那瓶酒 那瓶酒 一葉那瓶酒好像不在 我覺得你說 整個故事裏面的所有的 一些離合的轉折 對一個 純粹的雲觀點理性去看 其實是太過奇情 那種奇情甚至是甚麼呢 已經不是奇蹟 已經是神跡 就是多重奇蹟 多重奇蹟 偶合底下 產生出來的結局 不是你去那麼多條世界線 選一條最美的給你看 ABC給你選 很多秘騎 有一條線就是 延伸出來做50米 他逐篇 九千九十九的世界已經失敗了 只有你的生存性過 恭喜 但為何那些人 我都想不太明白 為何那些人會哭呢 如果你想了那麼久 奇蹟奇蹟奇蹟 奇蹟成就 是的 可能會這樣 很簡單 我用一個格差的理論 就是 你抽了一萬抽 當你出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哭 不是 我覺得哭 其實也是很主觀的 不是 其實我都覺得 從動畫來說 正正說明這件事 就是他經過這麼多幾率的事件 結果都在一起 這麼曲折 你是不是應該感動 這麼多波折 我覺得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是甚麼 那些波折 能不能觸碰到你 即是那些波折 其實是甚麼 你不需要 你不要去照顧 他究竟 那個故事的奇蹟 如何發生 世美當中的內容 那個內容 能不能夠吸引到你 或者令到你覺得感動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這套 我覺得 哭不哭的事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很不合理的 不一定要哭 其實 你哭其實代表甚麼 你青春 哭嗎 我猜是一個情緒 我覺得 不代表甚麼 其實 你哭了又怎樣 即是 即是 你不需要證明給別人看 即是有些人的感動 老實說 有些人真的不哭 沒有 感動是不一定要哭的 即是哭和感動 不是一個Ego 來的 不是呀 我那天托著那個 所以看到半看到尾牆 當然是開燈 當然是前面那些人 哭了 結果我托著所有 超著我 即是我不知道 你的眼神 不是那麼好看 你意識太多了 你以後面那些人不哭 你想多了 你不用想 他純粹是覺得 為何後面那些人不哭 是不是我才奇怪 這個 這個位置 其實看很多 即是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也會提過 甚至跟星之營做比較 星之營比不上 但老實說 不好意思 你們是不應該用這兩套 去比較的 其實這兩套東西 即是你和星之營 這套東西 它們三套是一套 不同的作品 你一套三套不同的作品 你常常說 因為都是愛情 我覺得它不夠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 去討論一套作品 甚至最後我說的是 人們甚至說 人們比喻新海誠 人們比喻新海誠 公其進 其實什麼呢 新公其進 更加不是 新海誠自己也不想被比喻公其進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公其進就是公其進 還好說 結果公其進彈尾 不退休 沒關係 你已經明白 其實我甚至在這裡 最後說 公其進是不會找到 他自己的接班人 沒有 他不會找到 就是什麼 同樣做到公其進 做到公其進的作品的人 只能夠是公其進 做到新海誠的人 只能夠是新海誠 你知道你會培育到一個 就是什麼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人 即是你不會培育一個 copy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不如做幹細胞的手段 做個複製人出來 然後做年輕的黑龍 每個黑龍可以做一套動畫 做完那套動畫就會死 然後做下一個出龍看 那你就永遠有公其進系列 你不會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首先是什麼 公其進是他的接班人 我不知道他接班人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是純粹接班人的定義 是要跟他 copycat 這個世界不會存在一個什麼人 大家的觀點都不同 因為其實你看公其進的 不要說作話 故事的內隆 根本就跟新海誠的內隆是兩樣 所以不會比較 新海誠也是在做另一件事 為何你要跟他比較 你純粹是什麼 這些當然是一些傳媒的炒作 那些人懂得公其進 公其進還說 公其進還說金多 那你就還說金多 那你就問你就是他 大家都是大師 誰比較厲害 總是喜歡那些做比較 可能因為他這套票房又厲害 那些人就會拘捕公其進來講 所以大家就說 以新海誠幾十歲就有這麼高票房 當時 公其進還多次 我覺得更差 我可以這樣說 你的名字 絕對不是新海誠的作品的代表作 如果你說對我來說 新海誠的代表作 其實是過往裏面 他第一套的星之營 還有就是秒數五零米 這一類型的作品 才是新海誠的代表 其實他是確立了他的風格 與其說這些就是你的名字 其實是新海誠的一套 嘗試去改變他過往的風格 的一個屎水和屎金石 只不過是因緣際會之下 出了名字 然後就是什麼 這套東西就是新海誠的代表作 其實大家誤會了 神作 大家覺得是好不好事 其實對於新海誠 我其實一般 又不是很喜歡 或是不喜歡 純粹真的喜歡看那些畫 那些畫很漂亮 對於他的故事 我又沒有什麼期望 看完之後 其實真的很一般 純粹是 如果你說光看畫 劇場版一開始 頭幾分鐘 他不是那些畫是 Pan一個東京市 那些畫得仔細到我 那些是真的很漂亮 我問你能不能浪費一些 那些畫面只剩兩秒 就是下雨 滲落坑渠的畫 那些畫 那些畫 你留心一下 他下雨和言語都重複了很多 最大問題是 你不如拿一部攝影機去拍攝 動畫成本應該也不會那麼高 其實他自己也沒有預計到會那麼好 這一部電影 令他突然間大賣 反而令他有壓力 飄放好一定是好事 我回到他幾年前 他劇場版很少超過100分鐘 之前他挑戰一次過 追蹤凡星的孩子 大家也明白 我已經不說出來 為什麼說出來 所以大家 反過來 其實作畫方面和音樂方面 是真是很令觀眾很上心熱目的 這件事真是很真 這件事真是給很多個讚 始終我們都是說 看電影都是看故事 是很欣賞的 那些背樂和環境是很欣賞的 故事方面 可能大家要 你說一個多小時 可能你學完工很累 去看 有時你馬上去明白 不是那麼容易 那條時間是太幅 太跳 最後一句 大家要記得 或者大家都知道 其實新歐程也說過 他為什麼想到這個故事 是不是他的經歷 是不是的 他是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經歷 所以告訴你 幻想是完美的 甚至乎已經是人生型家 我沒有記錯 人生贏的 還未到的 總之就是 你沒有的東西 在你的腦海裡 就是最完美的 所以 期待他下作的網上做 新歷盛奇 就是跟大家說 不要的 不要的 即是已經去最盡了 你感動 你感動 你沒有的 下次挑戰人道 東京市哪個鐵路 可以再玩得 誇張一點 不是玩什麼 這個分手的條件 又分手 農初再農一點 少少再成一點 今集時間到這裡 歡迎大家 用Facebook和我們討論 當然我們都是說 討論的時候 分清楚 你想討論理性的部分 還是感性的部分 不好意思 我只能夠請鏡回去代答 理性的部分 我可以和你討論一下 我不會討論感性的部分 不過 講到最後 其實 講回這套電影 反而 我很多朋友看完之後 都說一定要聽裡面的歌 和配樂 他們反而主要留意這件事 大家可能到時出了CD的時間 出了 其實 好像有賣 CD出了 好 今天的時間 到這裡 下集再見 下集我忘記大家有什麼名字 拜拜 拜拜